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欢迎来收看这一场老K跟这个小孩的双神之战 这个一个是97之神 最有影响力的 一个是98之神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 两个人呢 火星撞地球的一个精彩最绝 小孩用的是这个八荷丸 八荷丸其实在97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非主流的阵容 因为红丸手底这个人物不是很好 一般手底的人物啊 经常看到的都是大门啊 玛丽啊 千和啊 除此之外 没有第三个更好的人选了 小孩竟然是用这种阵容啊 不知道他打得如何 八荷丸现在一点也不吃亏啊 面对老K的八荷丸是吧 很诡异的跑抓 很诡异的这个压制 小孩竟然是拿下了第一局 看看 这个八神能否扛得住大猪的这个顶级压力啊 哇去啊 这个跑抓 厉害啊 97跟98 手法不太一样啊 小孩打惯了这个9897可以跑抓的话 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适应时间的 这次呢 直接被一个下一确板三回 左地蹲一下 有经验 直接抓 加一个必杀 朱的血量很厚啊 丢一个波 冲鞋 冲一下 生龙 哇天 小孩的生龙意识很好啊 但是没想到老K的 防生龙的意识更加好啊 升空了 可惜啊 没有能够打出一个穿伤的效果 这小孩已经表现不错了 好这次直接又是一个生龙啊 小孩面前还是不要瞎跳了 成功见到了老K的第3个人大门啊 福建的大门 福建的蓝鞋山 好 天冲被打回去 AB过来啊 直接抓了一个初音头 可以的 这一次哈 这个战中手 打一个bug阵可以 破地 双面抓距离不够 在刚 拆头 哇 手术很快 虚晃 这个AP哈 差点被打到一个虾壁 差点被接 哇 漂亮 小孩率先拿下一局啊 再看一局 两个 最有影响力的 对战哈 果然很精彩 再来看一局 哇 这一次 轮到老K来发威了哈 直接就是一个下臂打一波6连 漂亮啊 老K打到你的之后啊 第一招没有打你他还有后招啊 后手的都是啊 所以说小孩也是很不适应 诶 哇塞可以耶 这一个生龙 可以干回去啊 好 这一次想掏下盘啊 应该说老K毕竟是打97出身的哈 其实对于防这个下盘的话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下盘不太好逃 晋升的时候很多都是跳蟹 就是防你下盘 小孩还能够停得住 哇塞 这个跳抓 炮抓 各赌刷 防不胜防 虚晃一下 好 主持 长招很顽强 再生龙哈 还是生龙啊 枪杀一波 飞气 淘不开 还是北杠 蛮强啊 这一下小孩可能顶不住了呀 来看看红丸有什么好的表现 红丸手底我之前也说过哈 不太适合手底哈 而且 在五强当中 小五强当中哈 他也是手手判定哈 比较弱的一个 选手 这个占逼很踢八神 不好踢啊 八神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只能占逼你看 最终的是被打到不防哈 直接被老K穿三哈 很不容易啊 好的啊 视频好看记得点赞 关注修修 不许走丢 就好了 再次走 再次等下 出名吧 好 好 先 Ju